各位朋友 大家好 又到樂過我們廣場的時間 我是余榮陽 身邊有鄭仲暉 畢哥 你好 今集想跟大家講講 垃圾的處理 包括由街邊 置紙箱 或者家大廈的收集 以至到最後 墳化爐好 或者將來會堆田 又或者會拿去大陸某個地方 那大家拉閘 垃圾閘閘來講講 我想澳門的垃圾的收集 運輸 處理 這個問題在我們體見的過程當中 都改變了很多次 但是自從兩年多之前開始 都未到天甲 我發覺在街上有些垃圾桶減少了 天甲之後更加減少 再講回以前 你應該有印象 就是燈主 某些燈主 或者巴士站 有個箱子 非常方便 現在澳門的人口多了 應該在街上隨手扔垃圾是多了的 但是如果它放在地上就不得了 就搞得很骯髒 為什麼那些垃圾桶還減少呢 首先探討這件事 然後探討另外一些垃圾桶的分類 我想垃圾桶的減少 我想和費用有關 政府要求專型公司去做 這個都應該專型公司做 就算所有垃圾桶的收集和判 判了給它 以前市政廳時期 有它掃垃圾的人 現在不是的 所以現在我就看一個問題 垃圾桶 或者我們分清楚 有些掛在一些柱 燈主也好 或者一些欄杆也好 這一類 第二個就是坐地的垃圾桶 現在都是比較好看一些 不同以前那些 一踢就走去那些 我自己看 我接觸到的區分 都是有這些垃圾桶 例如提東馬路也是有 但我始終覺得有 是有 但明顯很少 是不夠的 只說一件事 以前巴士站 就會有垃圾桶 現在不是巴士站 必有垃圾桶 甚至很多人過馬路的斑馬線 以前是有垃圾桶 現在都沒有 我舉例子 有了 鏡湖馬路到船街交界 近巴馬線 以前有幾大型的垃圾桶 現在沒有了 其他的 有很多地方都是這樣 我覺得 你減少了 令到行人是不方便 不是說你多 他亂丟 我們又沒有條件 像日本人這樣 日本在街上很少垃圾桶 他訓練你 就帶著那個垃圾 然後回到有垃圾桶的地方 包括寫字樓或者家裡 你先扔 但這個我覺得 有時候不衛生 因為很多華人喜歡 吐痰 黑圖 或者腎鼻體 他不脫地 你也算好了 可不可以用紙巾弄著 你看他袋下袋嗎 這個不衛生 不過我又 話分兩頭去講 是不是澳門市民那個 垃圾 垃圾 這個壞 壞習慣 現在都減少了 不算是很厲害 有些包裝到 放在路邊汽車的頂 有些又放在大廈人的消防後 那個頂 是不是 這樣種種都有 塞入人信箱也都有 這個非常自然 所以現在 我們講兩邊 如果我們有很多垃圾桶 或者垃圾箱在街上 當然是我們方便處理了 我又需要特別多 但為什麼減少到現在這麼交關 有些地方 如果有需要的 就適當設置 另一個就講分類 有些人就說分類原來都是假的 你又分開塑膠 又金屬又紙 原來都是最後炒一碟 那環保局更過癮 他就說 哎呀 如果你發現 你告訴我 但不是要人告訴你 是要自己去看一下 是有沒有這樣炒一碟 我想這個是一個公民教育 因為公民教育很重要 如果大家都是有這個意識的話 就容易搞 但是我們澳門 推行了這麼久 這個環保的教育 為什麼到現在都能夠做到 但是現在不見了一些人 都亂來的 你有分類 塑膠紙都好 他亂去扔 我們都不要說日本 日本就不用說了 就是這方面 這個公民的秩序 是始於他幼稚園 包括台灣在這方面 都比澳門和香港好的 香港又比澳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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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呢 我們為什麼會是這樣 當然說 有人說分不分類都沒有所謂 沒有那麼麻煩 我們不去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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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對還是不對 有沒有經濟價值呢 這個其次 另外想說 我們垃圾越來越多 只是去焚化爐 不夠的 是吧 好 堆田 以前奧普時期 有個堆田區 嘩 開車經過臭的 誰知道 腐腦發神奇了 堆田區變成黃金區 變成孤爾夫 但是 我們什麼時候 可以把垃圾 或者運到內地 某個地方去處理呢 以前提過 文政總主義時期提過 香港就有這樣的做法 車去內地的廣東省的台山 我也是參觀過那個 台山市 堆田區 堆田區 這個呢 一家田兩家著 香港 運過去呢 他要給錢 但是台山堆田 他當田海的 他又有收入 有些地方 他面積大 台山應該的面積有三千多平方公里 等於一百個澳門 他有條件 在一些偏僻的地方去做 就是澳門這麼小 只有二十幾平方公里的時期 都要整去路坦之間 所以現在澳門 都要想 將他運到內地 就算沒有大灣區的概念 都要想 要不然 我們將來 北呼應用又怎樣 澳門都幸運 現在那個海域是我們的 其實我們呢 如果真的需要填海 都可以用我們的堆田 垃圾去堆田 但是不適宜的 因為如果是填海 我們已經有A區了 如果利用堆田 就會慢 還有呢 不得穩實 還有填海的方式 是會令到地基穩實 舊時呢 只不過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但是 都是不好的 你看回 那個香港將軍澳門 利用堆田區出來 但是堆田區有一個不好處 就是 下面那些東西 會經過化學作用 第一 有污染 第二 會有些東西 異然的 所以澳門其實 都是一個奇蹟的 澳門 就是我們幾十年前 我小時候 就是那個 青州美的垃圾堆 就是現在 鴨中河這一帶 包括民政總之 你小時候 因為 即是我小時候 那個人口不多 十幾二十萬 現在太多了 而且那時候 十幾二十萬得來 經濟不好 垃圾糧少很多 現在垃圾糧很多 那時候都沒有 有灌章的東西出現 那時候什麼都不需要 就是堆在那裡 然後找一把火 燒了它 燒完之後 變成 人家覺得這樣 你有沒有聽過 燒垃圾 那邊 那邊 有時候 過了龍腰找消防 之後就救回 大火 燒垃圾 包括 有些廢料 是梳化 梳化的乳膠 是異形的 又有木 引起好像火燭 濃煙 澳門那個焚化碌 其實當時 剛剛適逢地會 設立得非常好 當然好 當時那個焚化碌 當時由歐文龍先生負責 在整個亞洲來說 都算是先進的 尤其澳門 如果以一個城市 先進 一個可以發電的 是的 以一個城市計數 它是很小 但是如果相比日本一個區 是很大的 就是澳門 所以就在澳門那裡 做一個這樣的焚化碌 基本可以搞定澳門幾十年 那個 焚化碌的設置 是令到排出的氣 不怕污染 在中間 是有一些主理的系統 是的 所以我們既然是支持 是很成功的 我們希望 我們回歸之後 是能夠更上一層樓 更加努力 就是有時候 我們想想 我們可以 進步 剛剛是你說的 就是拿了上內地 其實我們澳門 假設 假設 如果現在還未回歸 那怎樣搞呢 未回歸 你記得不記得 有些事情 例如 我們說回 在我們錄影附近 渡船街橫街 那個堂行 一大堆垃圾 一大堆在那裡 碑尼拉街 和高士德交界 又是一大堆 又是一大堆 隨便扔在樹頭 就是一大堆 這個是有進步的 人口多了 垃圾量大了 但是仍然是清理得好 有些地方 找小的垃圾車 日間去收集 都是好了 希望 以後做越好 多謝輝哥